营造地方特色 一个发展良好的社区 往往是因为从发现社区问题而开始的 因为解决了问题 所以才会有更好的未来 今天我们将走进芝山岩社区 以实际的例子 来了解他们的社区发展过程 在他们的社区里有 城堡市资源回收站 环保动力水车 迷你湿地生态公园 社区绿色隧道 走在芝山岩社区里 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的具体建设 我们社区建立一个巴勒克 有艺术意境的建筑的资源回收站 因为资源就是把垃圾也可以成为宝的意思 这里是一个很漂亮的资源回收站 在社区小水车的后方 我们还发现了这片小小的生态公园 而在这片湿地里 生长的可都是台湾原生植物 许多经过的人都会逗留观察 住在这 小白鸭看起来也非常悠闲哦 我们那个生态公园 以前是一个铁围里所为住的地方 里面有毒蛇出没 然后脏乱不堪 杂草重生 后来我们就先把铁围里拆掉 然后来申请经费 社区居民来参与环境的规划 做成现在的有生命的 有生态的整个生态公园 在枝山岩社区里 有一座适合休闲的河滨公园 但是以前要到这座河滨公园来运动散步 常常要跨越马路 很危险 为了要让社区居民 有一个健康的好去处 所以社区居民便促成了 这一座连堤路桥 让社区居民们 可以免去通过马路的危险 现在每天的早晨 黄昏与周末 就有着越来越多的人 来到这里运动了 我们社区成立了很多 住主性的志工队 最重要是我们有 猫头鹰活动中心的志工队 还有推展社区的公共卫生的 重重特工队 还有环保志工队 绿化志工队 绿化任养志工队 选手队 独居老人送餐志工队 这些都是我们社区在总体 营造一个志花的力量 同学们 你有没有发现过自己所居住的生活环境 是不是也或多或少有一些缺点呢 像是整洁 环保 治安 噪音 或者是美化等问题 现在的环境 跟你梦想中的社区 又有哪些不一样 其实 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 亲身的参与 这些问题 也都可以一一改善 我们所居住的社区 当然就会发展得越来越美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思考 什么样的社区 是我们的梦想社区了 你想到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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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